大家好 我是郭亮 我在新加坡 我们也持续关注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因为我觉得这次疫情 没有一个人只是看客 所以呢 武汉人加油 中国人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嗨 你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广播电台DJ 我叫做尹霜 祝愿武汉的人民们呢 可以齐心协力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李腾 那之前曾经去过武汉旅游 觉得武汉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有很漂亮的风景 那这一次的疫情呢 是严重的伤害了那边武汉的居民 那也是这边祈福 希望呢 武汉的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渡过难关 我们在新加坡都会一起替你们加油的 加油 这次的武汉事件来得突然 让大家戳手不及 不单只在个人家庭存置社会 造成许多的恐慌不安和交流 我们更应该坚守岗位 坚守我们的立场 给予彼此关怀 祝福 信心 我们一起散发正能量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全职财 在这里更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 谢谢站在前线 为我们奋战的医务人员 工作人员 在这里深深祝福 感谢你 我们大家一起讲 我相信谁都没有想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 会突然间这样子爆发了 那在这个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呢 希望大家能够定下心来做好准备 就是记得要勤洗手 还有要戴口罩 如果你生病的话 那没事的话 那少出门 那同时呢 我要向远方的武汉的朋友们 跟他们说一声要加油 要向所有现在在线上呢 为这个武汉肺炎 协助的这些幕后英雄医疗队伍 跟你们致敬 谢谢你们 大家好 我是李嘉威 我在新加坡 我很担心这次武汉的疫情 我为武汉加油 为白衣天使加油 我是李伟松 我是李思松 那么在这儿呢 我要和前线的医护人员们说 你们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那么在生病的朋友们 你们不要害怕 我们会和你们并肩作战 是的 大家好 我是海权 我在这儿代表新加坡 来福市音乐学院舞蹈学院 为在疫区的同胞 以及奋战在第一线的 医务工作者们 加油 打气 我们一定会战胜病毒 相信这一切会很快过去 我与你们同在 加油 我是郑永年 我在新加坡 但是每天 每次每刻 都在关注着肺炎的 这个病菌的情况 我觉得每当这样的时候 大家每一个人 都要正当自己的英雄 最终的胜利 还是会属于我们 坚强的湖北人民的 我是傅强 我在新加坡 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EMBA项目学术主任 虽然远在海外 我们无时无刻 不再关注国内 疫情的发展 无时无刻 不再牵挂 疫区同胞身心的安危 我们在新加坡 为您加油 我是新加坡中国学会会长 高权青 对于这次的疫情 我希望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我们在新加坡的同胞和朋友们 都会支持你们 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是黄山中 我在新加坡 中国政府爱护人民 人民也支持政府 我觉得这个疫情就很快过去了 我是中庭辉律师 我是中庭辉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我们虽然身在新加坡 但是也非常关心 这个疫情在中国的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 已经不是一个 预期的人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人民的问题 那我们都在 一起站在同一个阵线上 跟这个疾病斗争 所以大家要加油 大家好 我是陈述 是新加坡管理大学 负责东亚事务的主任 和许多新加坡的友人一样 我们都一直在关注 中国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 这个防疫工作的进展 那么我们在新加坡 也希望中国能够尽快 从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 我是Loti时尚集团潘元元 我在新加坡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像处在一线的逆行者们 你们辛苦了 多难新邦 天佑中华 只要我们种植成城 必定春暖花开 我是陈述 我住在新加坡 我也关注 coronavirus的事情 大家不要担心 会好起来的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我是陈运福新加坡中山会馆总会的会长 那么对于武汉这次的这个疫情 我要对我们武汉 甚至全中国的这个朋友们 发出一个这样的信息 就是大家努力团结 注意好个人的卫生 那么对于社会负责 那么这个疫情 很快就会过去 大家加油 我是新加坡瑞胜集团的卓荣毅 我现在在新加坡 祝福疫情的同胞们 早日康复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世界科技出版集团 副总裁李志伟 我仅代表我们公司 在新加坡总部 向湖北 尤其在武汉的中国人民说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大家好 我是上级医生主席卓孙发 我在新加坡为武汉加油 为中国加油 祝祖国国泰民安 风调以顺世界和平 这里是中国驻新加坡旅游办事处 和中国文化中心 我们都是中国派驻新加坡的工作人员 祝祖国早日战胜疫情 患者早日康复 我们是迎联国际新加坡的员工 众志成神 风雨同舟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新加坡营业部 我们在新加坡向一线医护人员致敬 让我们一起同舟共济 共克难关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是南京大北辣新加坡店 我们在新加坡祝福疫区同胞 早日康复 中国加油 我们是中国移动国际 祝新加坡员工 我们在新加坡 祝祖国人民 一切顺利 国泰民安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是携程祝新加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我们祝祖国这次能够早日度过难关 疫区的朋友们能够早日康复 我们是普发银行新加坡分行 我们在新加坡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一区同胞早日康复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是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我们在新加坡与祖国心联心 众志成诚 国泰民安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我们是中国人寿新加坡公司员工 我们身在一乡心系祖国 我们与祖国同舟共济 共克难关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东南亚校友会 我们在新加坡祝愿 祖国同胞身体健康 医务且军早日开学 武汉一定行 中国一定赢 我是新加坡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文贝 去年的十月我去到了湖南的长沙 当时呢我的大学同学 湖北武汉的主持人明娟 到了长沙去看我 当时她不止一次的跟我说 我们武汉要举行军运会了 非常非常的美 夜景非常的棒 下次你回国 一定要到武汉来 此刻呢我想对明娟 对所有的武汉人说 我一定会去的 我相信在这次疫情过后 很多人会像我一样 要去看一看 这座劫后重生 舍成为国的美丽城市 苦难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 包含着我们每个人 也有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共同的痛爱担当和复兴 所以武大的樱花树下 江汉桥上 汉正街边 豆瓶热干面 我们来时有期 武汉必胜 中国加油 中国加油 加油武汉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吧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